习近平受巨押无法翻弹专家,中国经济会愈来愈惨最新数据凸显贸易战冲击,中美贸易战,未停中国经济环境持续恶化有报告指,中国去年破产的企业数量,年增近六成至一万家增幅基金冠决全球2018年经济增长降至28年以来最低。 更为要命的是,中国家庭战务,占国内生产总值,已升至60%,与欧洲及美国看齐。 加之中国消费者过度储蓄消费拉动经济,无望根本无法翻开新一页。 台湾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分析中国经济会愈来愈辛苦习近平面临巨大压力。 川普寄出的贸易战,其实新战反化的威力,更大这是一种摇大树理论,过去到中国投资的企业,会离开中国此前。 网易披露过一组吓人的数字,2018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倒闭企业,504万加下半年呢。 至2018年3月,全国企业总数约3100万加半年,就倒闭了六分之一上半年,还有453加上市。 公司董事长辞职,或被炒A股企业,总计为3551加哀鸿遍野,如今在中共的严控下。 这种报道都被严禁了经济内外交困。 1.2万加中企,恐破产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港媒东方日报报道。 贸易融资保险商玉利安宜,发表报告指出, 环球企业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的数目,近年节节上升,尤其以中国增幅最显著中国去年。 破产的企业数量,估算按年增近六成至一万加增幅基金冠决全球。 更估计中国今年破产企业数量,将较去年再增两成至1.2万加信贷评级机构标普分析师黄英慧认为, 中国经济寒流,正在蔓延削弱绝大部分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企业债务负担已非常沉重。 加上投资益域低迷及偿债能力,随之下降违约率,将继续温和上升。 今年中国非金融企业,将有4.2万亿元人民币债券到期。 若加上投资者,可主动向企业回收的债券总额,高达6.06万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加15%标普指今年中国企业债务到期金额增加。 以及金融机构及投资者,会继续避险,别轻看中国经济增长28年最差。 为何难就中国2018年经济增长,降至6.6%,为28年以来最低金融市场因憧憬就是政策。 未见大幅调整,被誉为美国华尔街最出色的中国经济分析机构Autonomous Research的数据显示, 自2008年以来,中国家庭负债增长,已是收入增长的两倍左右。 在2014年,即中国经济对上一次放缓时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约40%,为4年多之后,已升至60%,与欧洲及美国看齐。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或认同为中国债务新级分析师的朱夏莲莎林书,表示假设201。 4-2018年,所有家庭债务的平均利率,为6.5%中国家庭的利息和本金负担,已从2014年底的4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8年底的8万亿元人民币负债足足倍增。 更甚的是在这倍增的债务背后,同一时期收入,只增长40%,若计入通胀。 这额外的4万亿元人民币债务,相等于2018年全年零售额的11%不少中国人开始入不夫之。 足见中国要继续刺激内需根本是较以往艰难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没有消费者。 中国经济根本不能揭开新一业,因为中国已不能再使老本靠出口,靠引入外资。 经济需要彻底由依靠外国投资转至内需因此,中国政府除了要解决企业及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行为外, 更要想办法确保消费者在要还债的情况下,仍然肯维持高消费习近平面临巨大压力。 专家中国经济会愈来愈苦台媒自由时报报道,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 在脸书上表示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家族马力快速前进,几乎适用跑百米速度,狂奔40年这段时间。 全球加速投资中国每年投资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动辄千亿美元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每年创造庞大的贸易顺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前亲口说出黑天鹅,灰犀牛形同宣示了奔驰40年代中国经济, 如今开始面临条,整压力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现金河指出去年3月开启的美洲贸易战。 全球以美国为首的国家从协助,投资中国,变成对立与抵制。 中共过去一帆风顺的弯道超车,开始受到智慧财产权的潜质,连过去工程掠地,无人可挡的华为都遭央创办人任正非,甚至宣布要过苦日子。 这代表40年不间断奔驰的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乱流成长区缓人口红利不在。 加上高房价高物价未来的调整步步困难,谢金河说川普寄出的贸易战,其实心仗喊话的威力,更大这是一种摇大树理论。 美国对中国加关税,等于是要让过去到中国投资的企业,离开中国现在的中国,虽已是一棵大树。 但若贸易战持续下去,就像是摇一棵大树,每天摇最后树叶会逐渐掉落。 进入中国的资金水位,下降中国经济也会欲来欲辛苦贸易战冲击中国12月工业企业利润下跌。 连续两个月负成长根据中共官方数据2018年12月,单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为6808.3亿。 人民币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1.9%,继11月之后,连续第二个月下跌当年度11月的工。 业企业利润下跌1.8%,从全年度来看中国2018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幅度为10.3%,2017年的增长幅度,则为21%相比之下,同样呈现下滑上海交通银行一味精。 纪师对路透社说,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利润,未来将继续成下滑趋势。 因为上个月的生产物价指数,PPI,已经走低意味着利润也将下跌此外。 上个月对2500家中小企业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 这些企业的生产活动,去年第四季度,继续出现萎缩载助商、链接载助商、链接阿波罗网0E综合报道。 在爪设施为通计划技术,在爪设? 这是好吧